卓西乡清水检查哨附近的产业大陆 发生了四名露营客 疑似闪避落石 而不慎连人带车的衰落 15米深的边坡下方 四个人是自行脱困 向警方来求救 所幸只有三个人受到轻伤 送医救治之后并无大碍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警察人员到城时 连人带车衰落边坡的四人 多数都已自行脱困 而其中三人轻伤患者 消防队员也随即送往医院救治 避免伤势扩大 这起意外事故事发生在19号 傍晚3点半左右 地点在卓西乡偏僻的清水检查哨附近的产业道路 事发后也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的警方调查 来自新竹的四名露营客 在露营结束后准备下山 行经该路断时疑似为了闪避落石 而不慎连人带车 冲入了一旁15米深的边坡下 四人自行脱困后立即报警求援 指挥中心接获报案后 立即派遣卓西 及预理消防分队救护车前往救援 指挥官表示现场共计有三名 轻伤患 军臣意识清楚 身上多数杀伤 救护车到达后 由救护人员快速评估 并给予救护组织 立即转送就近适当医院 幸运闪过落石 不过却失控 连人带车衰落15米深的边坡 经消防协助送医救之后 四人生命都无大碍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导